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呢是这样,那个就拿一支这个笔,然后换一下那个太和金尖 我不知道老三洋的那个笔尖是找人代工的,还是说自己本身有产自己出的 因为太金尖的话,我记得就他的比较有名了 然后再下就是这个Fort尖的 那盒子啊,给他扔掉,然后直接我们来换一下这个这个笔尖了 然后我看一下,哦,这个应该是要把整个笔卧给拿下来 他应该吸摸器直接就对这个口了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太金尖了 那太金尖给大家,哎,我刚刚什么时候弄到了 好吧,这个笔麻烦的地方就在这 好,那个先把这个地方给拆一下 那笔杆基本上就是一个眉介了,但是这个笔说实话真挺重的 用的话估计我是不太想 还是铝合金的轻一点可能会好一点 那笔尖的话反正是一样的一个大小了 那主要是一个颜色上的一个不一样 那我们来试一下把它让 悬开一下,我拿一下这个片 这个橡胶片,那平常极为笔尖必备的一个工具 然后逆时针 看一下啊,果然是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拔一下 然后试写一下一个写感吧 我觉得一个刚刚反正我试写完了一个 试写完了一个什么,就是试写完这个的 那个就不锈钢尖嘛,然后换一下这个泰晶尖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换起来还真挺方便的,直接这样子转 但是他当然一开始不是这么设计给我这样换的 那反正就是一样,然后我们来上一下墨 泰晶尖的这一只还真是第一只 因为老商量的那个比在我平常都是淘宝去买了 因为他价格比较优惠,因为就对我个人来说了 但是如果是这个的话,如果是直接买老商量 如果淘宝没有,估计我是不太会买 因为买东西的话啊,我也不太喜欢说啊 等一两个月然后再搞回来了 我也没那么多时间 诶,吸不上墨,奇怪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这个应该不会吸不上了 难道是比较什么问题 我刚刚应该是对准呢 诶,是有一个漏气的声音呢 等会再检查吧 应该是我刚刚哪一个地方没有拎紧呢 我估计是,反正应该是小问题 应该拎紧了就OK了 然后再下来,哎呀,好久没用钢笔用到满手都是的 那个,看一下,先上一下 先把它拎好,然后我们再来吧 然后等会趁这个鞋感还有回忆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那个Botgen跟Jofo 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 不过还是做一个视频来,水一下吧 好,那这是刚刚一个Bot的一个EFgen的一个出息了 我估计我这个,呃,什么我估计我这个就钛合金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出息吧 我这个就像,这个像EF多了 诶,试一下,这个鞋伊利的反馈好很多 有点像一颗非常硬的伊利 然后你在纸上摸一样,然后这个笔本身 播起来很硬,我拿起来真的不太习惯 轻轻了几下,诶,这个空墨比上面的,你看这个好很多 听一下这个声音先吧 对嘛,这才是 这个正常多了 然后,呜 哇,跟观众说的一样,哇,这弹性太给力了 这,这个写中文果然好像,好像是真的比较好 这个,以这个弹性来讲的话 就是笔太硬了 就我,我是说笔杆太硬了 但这个伊利是挺不错的 你写起来就是一颗非常硬的石头 在上面一只 而且这个石头不刮 然后你写,啊,鞋杆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 出息度我觉得没什么变化 波尖好像这几年的一个 嗯,质量好像真的是不太行啊 我觉得Juvo的那个 比肩的出息控制会好很多 对,那写起来吧 就最后一个感觉 还是这个,首先 你看一下这个弹性 真的没法比我,我再压一下 然后360度吧 孙重要求,哎 可以啊 哎,这边不行 防写呢 哦,防写刮纸,防写刮纸也不太行 那基本上其实,啊,360 没问题的,其实比真没多少只 就是这太合金箭吧 我个人觉得,嗯 有点丑 这颜色真的 应该是可以找那个 能 电,就是电镀一下 然后变成很亮的箭吧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写感上来讲的话 如果单纯啦 它这个都是Blog 它上面直接是写Blog间的 就这个品牌没有去印它上面的这个 没有去印它上面的那个logo的这个品牌 因为你看上面的,上面是一个三样头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哎,我没有对焦 上面是那个三样头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老三样的那个笔件了 这个,当它上面直接写Blog了 它没有印自己,不像那个万家直接印自己的一个logo了 然后我给你们 对焦一下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件吧 那个放大的 太金箭用起来真的挺惊讶的 这还是有点惊讶 然后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我现在是 不太行啊 我现在,我现在屏幕很暗 然后你们看这个 然后再看一下上面一粒 怎么感觉好像缺口了 是不是我错觉 啊,不好意思 啊,看到了 就上面的一粒中缝开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 对,这个前面是圆头的 怪不会写起来舒服那么多了 然后这个的话 中缝反正就是 嗯,好像是我错觉 我露眼看是没看到它歪了 看一粒反正是挺小的 然后前面是一个偏圆头的这样子一个打磨方式 呃,这就是它的一个毅力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我现在光线比较强这样子 反正写起来吧 那个比起它本身的不锈钢尖真的好像不少 然后呢,再下来是这样子 它这个的 主要是颜值吧 如果是说写中文的 我感觉有这个弹性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阻力感应该写中文是挺舒服的一支笔了 好,那大概这样子吧 那这个对比完了 那基本上太和 如果单纯同品牌的这个间来对比的话 基本上太和金剑是完胜了 就是这个价格有点 有有有点贵 我觉得对其他的都还好 那好 那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那有什么那个我讲漏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好,下次见 拜拜